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看他能不能做到合计生财 让你高兴 比方说啊 我去了 我穿这么身衣服进里边去了 那个店小二姨看到我 有个窍门叫建物增价 就看你这东西 他说你这东西好还贵 一看我这是衣服 哎呦 梁先生 你哪买这种汤装 这样式这么好呢 你看这扣子也别致 我说在哪哪买 你多少钱买的 我这个五百 哎呦 您太会买东西了 我哥也买了一顿跟您这一样的 这料还没你这好呢 花了一千五 你说我心里高兴不高兴 我当然高兴 转过天我去换一个这服务员 一看我穿这身衣服 哪买的 我说这昨天在商店买 多少钱 花五百 这晚上夜市二十块钱都没要 你说我心里憋怒不憋怒 你下次我就不愿意去了 所以他这个和气生财啊 有窍门 叫见人减碎 见物增价 见物增价我刚才说了 看着你拿着东西穿着戴着 说这东西贵 什么叫见人减碎呢 见到我了 不是说我是个见人啊 是见到我的意思 见人减碎什么意思 见到你了 呦 您是梁老师吧 哎呦 您看您这气势 您今天三十几了 我听了就高兴 外国您孙子多大了 我听说当然心里都窝囊 所以说这个见人减碎 就减碎的时候 见物增价 这是过去和气生财非常重要的 你包括你看那个艺人 都懂这个道理 管这个呢 叫外向归春 什么叫外向归春 就所有的码码啊 你要能把人说乐了 他保准能赚着钱 你看我举个例子 这过去说相儿呢 他怎么要这钱 那不像现在 说你说的好坏 我先卖票 进里边一看 说这么次也退不了票了 这得坑你的 过去不是 你得说完人家给钱 人家站起就走着 你钱就要不下来了 所以过去这说相儿 怎么要钱呢 他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这就体现了咱刚才说的 何其生财 外先归春 他怎么样呢 比方说你站起来走 哎哎哎 这大哥 这大爷 这大叔 你别走 您听我再说一段 不长 最多两分钟 我说完了 您要乐了 我也不要钱了 我看您戴着烟 您赏我根烟愁 您要没乐 抬腿走您的 我不拦你 这不一拦不好意思 行我听你一段吧 这说相儿给他说了两分钟 说完了很搞笑啊 他乐了乐了 赏你根烟吧 哎 随身把这烟掏出来 蹭出一根的 往前一递 这说相儿一接这烟子 故意没接着 手一松 啪哒 这烟掉地上了 说先让公药捡起来 上都呼应 这也就是我们 掉地上捡起来 擦干净还得抽 哥您这大老板 您肯定不吸的抽了 就扔了 哎呦 这还中华呢 您是软中华 一盒六十 这一根得合三块钱了 这三块钱也就您 这哥我们这三块钱了 能买好几个盘 都吃好几天 这么着吧 您呢 甭给我这烟了 您给我三块钱行不行 救救我几天 你说人有身份的人 谁能来 这脸的不给 就走 这时候钱就要下来 所以我说这个呢 就是中国传统的 民间智慧和气生财 那咱们今天呢 呃 光说当不了唱 光美当不了浪 啊 烧热的锅台也当不了炕 咱们今天就好好给大伙说说 这个民间智慧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天为罗盖 地为谈 日月星辰伴我眠 什么人撒下名利网 富贵贫穷不一般 也有骑马语坐轿 也有推车瓦袋单 骑马坐轿 修来服 推车单单 命该然 骏马驼的痴呆汗 美夫人常犯 酌负眠 八十老翁门前站 三岁顽童染黄泉 不是老天不睁眼 善恶到头 这报应循环 民间智慧的核心 听我刚才最后那句 善恶到头 这报应循环 因为中国人过去 生存资源有限 这个日子过得都挺苦 所以为了生存 有时候难免 干点不是那么 太道德的事 你看过去 三百六十行里头 你看有当鸡女的 有做小偷的 有当乞丐的 也有街道的 他这说穿了什么 都是为了生存 没有办法 那么为了生存 可是为了生存 他得有一个约束 就说每一行里头 这民间智慧 他的生存智慧 高度发达的同时 他为了能够约束住你 不要把坏事做大了 他有一套办法来约束你 这约束的办法 除了规矩以外 咱刚才说这个善恶 因果报应 这个天理循环 好事积德 做准 这都是约束你 少做坏事 你看不论什么行动 都是他先强调生存智慧 保暖私营运 饥寒起到心 然后再想方约束你 咱就说比较差劲的行当 比方说小偷 小偷 有人说小偷还有这行当 跑江湖的关小偷 这行叫荣点 也有关小偷叫老荣的 这行在过去不像现在 就是他偷东西 他不仅方法上能做到极致 而且他有一定的约束 比方说过去小偷 说不偷救命钱 有时候好像现在也听说 说你比方说医院的门口 外地来一个农村人 身上就揣几千块钱 指着点钱救命 说这你就别偷了 说好像过去还真有小偷 守这个 说是他讲道德吗 不是 他是为了自身安全 你琢磨琢磨 您是个大老板 家里头家产换贯 小偷在那身上偷200块钱 你说你能追这小偷 一趟街一趟街追 把自己累个孙子样 不可能 不在乎那200块钱 可是万一 你身浑上下就这200块钱 指这个买药治病 你想小偷偷了 你能不找 能不追 能不抓 能不报官吗 所以为什么小偷不偷救命钱 他有这个道理 他万一把这钱偷去之后 你肯定得报官找警察 一个劲追查 抠着不放 这小偷这俩钱拿着也不爱 所以你看他这个 道上的规矩是什么 防止你遇到太强烈的这种敌处 太强烈的反抗 所以这小偷的规矩 咱们说不偷救命钱 现在也被打破了 你看有那小偷 什么损钱他都拿 还有那小偷 偷完了被人抓住了 给打的都快生活不能自理 我跟你过去小偷 好像不是那样 小偷讲的什么 我要偷完你 你要追我 我跑 那不叫能耐 那很刺 我偷完你 你吧 还不追我 一时半会儿又不知道 你就知道了 你也逮不着我了 甚至你根本不知道 是我偷的 这是过去小偷能耐 为什么说中国人 生存智慧高度发达 这小偷里头 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 偷东西 而且那个想法非常高妙 我上一期直播吧 还大上级 我不记得了 我不讲了一个吗 就偷布的事 大手烂开那个布店的 那个什么千香仪 锐富翔 顾小伙计 装赶到大夏天下午 这小伙计犯困 只点头在门口 这贼进去了 小偷进去了 左看看右看看 大的方方拿两匹布 夹到这个夜窝这儿 就往外走 有人说那伙计看着不拦吗 不等你伙计看着 他先跟伙计打招呼 走到柜台前 一看着 行行行行 这伙计这块 什么事 你看他拿两匹布 你干嘛 你这收布布的 什么收布布收布 大马呐 我这儿有两匹布 便宜点卖给你们行不行 这小伙计琢磨 便宜点卖给我 你这是哪偷的吧 你拿我们这肖子 去去去去去 哎呀 对不起 夹两匹布他走了 这小伙计跟另一小伙计聊天 你看你看看 这光天花日之下 这小偷上咱这销掌了 这不定哪家倒霉 哪家店呢 让他偷走两匹布 上咱这卖了 呀呀 就咱们丢带 你看 这时候他在想你 这谁有时候想那个办法 那是精灵古怪 我再给你举两个例子 这都特有意思的 你今天听我这说完了 回头你给你的朋友啊 喝个酒干嘛 聊天 你说说他保准没听过 这过去还有种偷帽子的 这偷帽子怎么偷呢 那个原来的帽子 人说现在这你看 过去有那海龙的帽子 就像现在说汉塔皮的 很值钱 那个原来呢 一搭搭戏台 这冷天呢 大家站戏台底下看 戏台在这儿 戴着帽子 大伙穿一袖在这看 说你当着把人帽子偷走 人能不追吗 哎 他有办法 这偷帽子的人呢 看好了 这个人戴着个海龙皮的帽子 哎 往这儿一站 他就站他呀 斜后边侧身这 他戴着什么道具呢 他拿个猴皮筋 这皮筋 他没戴帽子 他把这皮筋搁脑在顶上 哎 在这儿攥着 有弹性 怎么攥着 这上面唱戏呢 唱这个热闹的 哎 这位呢 也站着好 戴帽子这位还好 这时候 他轻轻拍到后背一下 把这帽子就拿过来 啪 戴自己脑袋上 这时候丢帽子这位 被偷走了 哎呀 谁不帽子偷走了 他准点自下看呢 谁偷走了 谁 一转时看着后边这位 戴着帽子 跟他一模一样 他准点问呢 你这帽 谁偷的 这时候这位有办法 他不是 这皮筋转着吗 嘿嘿 帽子丢了吧 让人家被拿走了吗 你像我这样 刷个皮筋 他不就拿不走了吗 哎呦 可不是 那边啊 我去追他跑了 这位抬腿走了 把帽子偷走了 这过去偷帽子 你算不算 这贼得多能想办法 还有比这个啊 更妙的 这得说呢 在农村生活的朋友 可能有过那体会 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事 就有 有的人呢 到农村干嘛呢 偷狗 偷狗干嘛 卖给朝鲜办店 东北原来有句老话 就朝鲜人过年 要你的狗命 因为那朝鲜族人吃狗肉 他有的人到农村呢 偷狗 他偷狗 你可注意 这不好偷 一个狗 他咬人 再一个狗啊 你偷他叫唤 他一叫唤 人家主人就出来了 你怎么偷 所以这贼想着办法 都想绝了 怎么个办法呢 我这也得好好比划比划 因为啊 这有神圣动作 我站起来 我不是你能不能看见 我就这么说 你脑子里都会有画面感啊 他怎么偷 首先他要解决啊 这个狗别叫唤 怎么别叫唤呢 狗你记住是最好叫唤 有那么句话叫 一犬费行 白犬费生 一个狗叫唤 一帮啊 全叫唤 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狗是最护食的动物 就他嘴里只要吃东西 你别惹他 你要说跟他嘴里抢食 他咬死你 连主人都不行 但是狗可这样 他嘴里只要吃上这个东西了 一个劲就得叼到嘴里 他不带张嘴的 他也不会叫 所以这偷狗的人 就从这上呢 找办法 弄一小块肉 五花三层的 然后搁油炸一遍 就让这味儿能放出去 特香 然后到这农村呢 那街上就找 谁家那狗 那狗啊 在外边转悠 有那饿得不行的 他就把这狗啊 扔到地上 然后这边拿起个棍 这狗肯定过来 来奔着肉 走到跟前去去去去 打 而狗撵走 撵的可不撵多远 一会儿这狗过去再撵 最后撵几回 这狗馋的都不行了 哎 真有办法 他身上披了一个过去的军大衣 然后他把这军大衣后摆啊 撩起来 双腿岔开 把这肉呢 放胆呢 就搁到他腿前面这 然后他背对着那狗 那狗从后边过来 非得从他两腿之间这过来 吃这肉 好 这狗闻着味就过来了 在他两腿之间这穿过来 一张嘴 把这肉可叼嘴里了 叼嘴里这狗嘴急啊 咔嚓咔嚓就开吃 这时候这偷狗怎么办呢 把这左手啊 探下去 搂住狗的脖子 注意啊 搂住狗的脖子 你可注意这一搂 这块肉狗可咽不下去了 他把肉含嘴里了 可是这狗护食啊 他不肯往这肚 所以他不叫 这个手右手干嘛呢 你注意这狗可是 一半伸在你腿前 一半伸在你腿后 等于被你骑在胯下 这边这手一伸手 在后头 把狗这后腿啊 捞起来 然后起 这搂着狗脖子 转着狗腿 这时候大一 扑拉一撂 把身体遮着 等于骑着狗一步一步 他就走出村了 你注意 大一一遮 谁也看不见 这狗吃肉 还不肯吐出来 不叫唤 他可就把狗吐走了 有人说 你说这对吗 你要想试试 你断那狗 那后腿 你看 狗挣扎不了 为啥 他那个后腿 没劲 没弹力 为什么呢 咱们都有那么句话 狗腿了狗腿了 你知道怎么个事吗 说当年曹不舅啊 神仙呢 八仙里头的 下去做好事 说这仙里头 仙的爷呀 那腿 都要长了恶疮 得结结 那仙的爷不能没腿 老百姓都说 这清管 怎么办呢 三白牙艺里有一个 平常七男八女的 顶不是东西 搁现在都不是好景常 说把他这腿搁下来 给现在爷换上 大伙一投票 都同意了 把他腿搁下来 可是 你再换下的有腿 说给换上一个 正好门口有条狗 把狗的后腿 切下来 给他接上了 所以后来牙艺 叫狗腿的狗腿的 就这么来 那说这狗也不能没腿啊 曹果就心挺善 这样吧 跟我拿张纸来 里头包点沙子 或点泥 我做个泥腿 给狗接着 所以狗那个后腿啊 是泥做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 狗挨电缸底 撒尿 得把腿抬起来 他也知道是泥做的 怕这尿一冲 把腿冲撒了 所以这狗腿这么来 他后腿是泥做的 当然使不上劲 所以这偷狗的人 抓这个一抬走 走 你听我说 这有点扯淡 但这个事啊 可确实在农村里有 所以你看 刚才我说这个啊 这都是小偷里头啊 琢磨的 特别利索的 有能耐的招 当然 道高一尺 莫高一丈 你有这智慧 治你的人也有办法 你看 我说一个诸葛亮 怎么治小偷的事 这老有意思了 说当年呢 诸葛孔明 在南洋乌龙港 为出茅庐 便知三文天下 等着刘备三国茅庐的 在那端着呢 只有这么天晚上呢 祝国亮晚上读书 你注意这秀才知识分子 都好晚上读书 说为什么好晚上读书呢 晚上安静 思维集中 再一个你看过聊斋 也知道 那晚上那狐狸精 漂亮女鬼 都那时候出来 所以很多秀才 就盼着晚上能碰热 祝国亮呢 晚上在那读书 读书书就听了 房根那边 有着声 他知道来贼了 那个过去他们住那个 那都是属于土房子 土坯房子 小偷要进家门偷啊 有个办法 他拿点工具 或者用手 你这房根哪松了 抠那泥 抠窟窿之后啊 他往进钻 怎么钻呢 他脑袋先使劲 你注意啊 躺到地上 脑袋使劲往后 这个脑袋 一旦能钻进去 你注意这肩膀 可就能进去了 肩膀能进去 整个人进来 偷完东西 从这再钻出来 在过去呢 小偷有这办法 这个诸葛亮呢 能掐回一窗 知道小偷怎么干呢 他不着急 他回卧室了 干嘛 拿个挺松软的枕头出来 人说拿枕头干嘛 你听我一下说 这小偷啊 把这墙抠不抠了 顺着墙根 脑袋进来 进来这脑袋点地 再使劲 把这肩膀又往进村 这时候诸葛亮 走着小偷跟前来 一乐 不小偷吓坏了 有人啊 诸葛亮没那么 有人说这诸葛亮 还不打这小偷 什么报告 没有 这手拿着枕头 把这小偷脑袋抬起来 把枕头塞在脑袋底下 有人说这诸葛亮 对小偷不错呀 怕他受凉 不是 你可注意啊 他这脑袋点地 往后使劲借劲 肩膀往进钻 一下子把枕头垫底 也特软 他借不上劲 这肩膀可钻不进来了 说钻不进来 他跑吗 缩出去吗 对不起 这枕头啊 把他脑袋垫高了 这下壳顶到这墙上来 他是进也进不来 出也出不去 就卡到这了 这时候诸葛亮不着忙 您等一会儿 我招待您点东西 大晚上不能让您白来 一转身住个量进厨房了 看吗 把盐罐子打开 半罐子盐 哗哗哗 倒这么一大碗里 然后倒点温水 给筷子搅和 一会儿功夫 哗哗 你琢磨琢磨 这水得多咸 半罐子盐 这点温水 然后拿着个勺出来 你来了 我得招待招待你 来 快一勺盐水 你喝 小偷拿着这什么 这毒药 不喝 好 一捏鼻子 别气 一张开嘴 花一勺倒进去 再一捏鼻子 花一勺 再一会儿功夫 也就那么 二十来勺吧 这一碗水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周葛亮 把那枕头啊 拿开来 这小偷一看 拿开来 这让我跑啊 一使劲的脑袋点地啊 顺着墙窟窿出去 跑回去 周葛亮干嘛呀 大晚上喂人的盐水啊 是不是这人缺盖 还怎么不是 为什么呢 这个小偷啊 有吃白的 那吃黑的呢 吃黑的是什么呢 半夜三更出来偷 那么这个点儿 出来偷了 小偷是不支撑的妈妈 你看你卖个东西 人家卫来来 谢谢啊 里边行 这支撑的妈妈 小偷是不支撑的妈妈 他大晚上上人家去 哎 这东西藏哪儿了 存折呢 没有这样偷东西 所以他这时候啊 不能支撑 整出一点动静来 容易被人发现 那么诸葛亮 为了他二十多勺盐水 你可注意 过去那盐质量 可不怎么地 里头什么杂志都有 他这时候喝下去了 回到家里 他这个咳嗽 把他给吼住了 以后就形成个习惯 到半夜这点儿 他就咳嗽 到这点儿就咳嗽 他怎么出一头东西 一咳嗽都知道了 哎 这等于今后啊 他就干不了小偷这行 所以你看 道高一尺 莫高一丈 就说呢 他有高度发达的生存智慧 也有能化解这个的 但化解这个呢 有一种方式 不是硬朋友 这就我说到 民间智慧的另一个层面 怎么能够约束你 这个约束你呢 往往是咱们 现代人经常说的 你呀少做点损吧 多积点得吧 好好干活吧 别干那些害人的事 早晚你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是中国古人 基于生存智慧的层面 如何约束人 干坏事的 发报 说这个 有那么大约束力吗 你看 中国的民间故事 不论是有名的人 啊 还是属于乡野村夫 他往往高台教化 全人向善的时候 多少都有这么点故事 你看 我再给大伙讲个事吧 刘勇 您知道吗 刘洛呼 这个刘勇是山洞人 他小的时候啊 后来刘勇写自己的 这个回忆录啊 笔记啊 写过这事 那时候他九岁 九岁呢 每天早晨呢 他起的特别早 家里头呢 对他教育很紧 早晨起了读书 读书呢 他在这个屋呢 推开窗户啊 就能看着 就下面一条小河 对面就是个小桥 这桥上呢 人来人往 这边呢 有一个大户人家 有个大斋门 每天早晨 这桥上固定来个卖早点的老头 卖点这个豆浆啊 烧饼啊 油条啊 早晨呢 也就是眼下中点四点多钟 那老头准在那桥上卖早点 这时候人来人往 就是来买的了 这么一天呢 刘勇四点钟起来 坐在窗前呢 打开学庸轮梦啊 大学中庸 轮雨梦子 这都输 窗户推开呢 那桥 桥上面呢 那老头啊 卖早点的 准时在那站着 卖 这个时候呢 天呢 亮是亮了 太阳还没出来 还有点 阴台下雨似的 把湿不惊的这天 正这时候 刘勇看着我 从桥那头 过来一个挑水的年轻人 这不得给谁家送水呢 上一山 上桥 走到这老头跟前来 买早点 这刘勇阁挺远看的 看俩人在这说着说着 好像吵起来 但也听不清俩人吵的是什么 可能是讲家耳末讲土 就见那老头啊 推了这小伙一下 这小伙脚下 一不稳 身子一斜 这不尖着还有匾子呢 啪 就掉地上了 这小伙背着扁的一带呀 脚底一划 顺着篮个 一脑子 塞水里 这个小河虽然不大 水可挺深 也挺急 这小伙子下去 就没见上了 这时候 刘勇就见那老头啊 也吓愣了 站在桥顶愣了一会儿 往底下看 不一会儿 我这老头醒过味儿了 坏了 出生病了 我这一推他掉下来 那老头滑了滑了摊 枪皇逃跑 好了 这个时候天哪 我说刚亮 没多少人呢 也没人注意这事 可是刘勇呢 在窗前读书 九岁小孩啊 心明眼亮 看着滋滋的 心下也蹦蹦直跳 隔了一会儿呢 就听河边人喊 哎呦 河里有人呐 是淹死没淹死 有人就看着河里浮上来 那小伙的颜色 这时候呢 有人曝光了 这牙医就来看 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年失足落水而死的人多了 这算什么事呢 无主的尸体 打听打听谁家的 是意外落水了 这事就过去了 刘勇九岁小孩 他哪有那么大胆子 说我看出来 我曝光去吗 他害怕 不敢置身 可是他心里都总琢磨这事 每天早晨再起床读书 我推个窗户再看 那老头没来 隔了大概有一个礼拜 哎 那老头出现 可能是那老头 东打那西打 没他什么事了 这不是算过去了 老头又来卖早点了 那么这个刘勇一看 这老头 哎呦 他把那小伙弄死他 别人谁不知道 我知道 他心里是个事 有这么一天早晨呢 刘勇起来 把窗户打开读书 一看那老头呢 没来呢 可他往桥那边一看 吓一跳 就见那天见着那个 淹死那个年轻人 挑着水 护山护山护山 往桥上走呢 把刘勇吓着 大气都不敢住 这是不是鬼啊 我见着鬼了吗 一看那小伙子 飘飘呼呼就上着桥了 飘飘呼呼就走到桥那边 哎 那边是个大宅门 有钱人家的附地 刘勇眼看着那小伙子 走到那个大山门外头 那墙 也不是怎么的 自溜 那上没门 他钻墙里去了 刘勇揉揉眼睛 我眼睛滑了吗 没有啊 这小伙子走那就没了 进墙里了 正琢磨这功夫呢 就听他府里有人喊 太太生了 太太生了 不一会他都能听着 小孩抱出来哭的声 刘勇虽然小啊 他那时候也保读师叔了 哎呀 我见着这个小伙子 死了那呼呼呦呦进墙里了 那咋就喊生孩子了 这边是死人托上了 转世投胎了 在这之后 刘勇可就记得这事了 有时候呢 到那府门前看看 隔了几年功夫 这家里头有孩子出来玩的 就当年生的孩子 是个小男孩 哎 调皮可爱到门口来玩的 那会就有三十岁 这小孩长到五岁那年呢 刘勇考了秀才 然后继续学习备考 准备考举人 可是有这么一天早上 发生了一件特奇一个事 什么事呢 早上四点钟 刘勇推个窗户 读书 对边这桥上 一切如旧 老头站那卖早点 读到五点多钟的时候 就看那边大斋门呢 门开了 那个五岁的小孩啊 出来玩了 大青早起来玩 玩什么呢 门口有棵树 树上面落着那个桥 麻雀 鸡咋咋叫 小孩从地上捡起屎嘴 我让你叫 往上扔 没打伤 我让你叫 往上扔 扔好几个没打着 小孩也来气 说我离远点撇 我这就能打伤你 在地上捡起来啊 小半块砖头 比原来十字大 往后退退退 退挺远 我打你 扔出去了 劲儿使大了 没打到树枝树叉上 这砖头 在空中划 抛步线 落哪来的 你都想不到 这老头站瞧这边啊 卖早点的 扒着砖头 就打到老头 脑瓜正中的 老头晃到两下子 哭通 身体往后一仰 弹到栏杆上 摔河里头 有人说这小砖头 能为老头打这样 您可别忘了 人脑袋顶上啊 正中日会是个穴位 叫什么呢 叫百汇穴 这个穴位啊 连着大脑神经 也连着心脏 你看他这个是个砖头 我还值得见这事 比这都寸的 就是这一个人 在楼上啊 吃饭 吃饭拿着筷子吃的 这楼底过了一个人 这小吃饭过程 手一松 啪 筷子掉下来 这筷子笔直下着 咚 就砸着这人摆回去 这是躺地躺地 就撂上去 这可就不是假的 这真事 就这说实在 这叫寸劲 那比这寸的都有 下雨天 牵着马往前走 这马这不是地上很泥腻 这马俩蹄子踩个水坑 后边俩蹄子踩个水坑 这人跟着马后头走 一脚踩到啊 后蹄子踩那水坑 这脚下一滑 压机往前一抢 嘴正好抢到前面那坑里 那坑里有水 一口水枪死了 算不算 这事真事 真有 这老头呢 被砸到头顶摆回去 一阵悬云 啪 一个 折到河里去了 咱刚才说 这水深呢 不再一会儿啊 就听那边说 河里怎么有人啊 哎呦 这不是那老头吗 大伙七手八脚 把他拽上来 枪几口水 早淹死了 刘勇 看在这儿 长叹一声 这人哪 真没法看 想当年 那个老头失手 推死了那小伙子 掉河里淹死了 这小伙子转世投胎 变成那小孩 那小孩肯定不记着前辈子事啊 拿起这石头 打着桥 没打上 十字飞碎 打中老头 老头翻身落水 这叫什么 一抱还一抱 一命还一命 这 你看这个事情 明明当中啊 似有天意 顺成人 逆成仙 都在其中颠倒颠 你跑不出去 所以这个事 就告诉人什么 你啊 别干坏事 你干坏事 得勇于承担责任 逃避责任 你这 最终你落不着好 哎 就像咱们说 有的那个肇事司机啊 肇事之后逃逸了 早晚是个事 哥的心里 他都是个病 真侥幸逃脱 这辈他都做不好 不定有什么事 遭了灾 所以中国过去民间呢 流行这些传说 哎 民间故事 你不要以为 他是凭空瞎编的 都起到高抬教化的作用 甚至有时候 细到什么程度呢 为人出事过程当中啊 你就不是有心的干坏事 甚至这都不是坏事 但是你把人家重要的事耽误了 你回头也落不着好 我再给大伙说一个事啊 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这个大清 哎 应该这是 算是 家庆年间的事儿 哎 在天津 有这么个秀才 姓王 考上秀才之后呢 迟迟中不了举人 一晃都 快三十了 也没成家 打小呢 没爹 跟自己妈 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这日子过的就别提多穷 一会儿呢 这家里头 他读书啊 不是生产 也没挣不来钱 老妈开始给人洗洗涮涮 后来素食大有病 这家里呢 算是断了尽性 这穷的都不行了 日子这么穷 他母亲本来营养不良 眼见这身子骨就不行了 家里头就卖点这个 卖点那个 今天卖贵 明天卖锅的 把他们对付 对不来对不去 他老娘眼看呢 躺炕就叨气了 找了大夫一看 说别治了 是不好 油进灯空 说也就是啊 这三五天的事儿 这天早晨呢 一起来 这王秀在看着自个儿老娘 喂老娘几勺水啊 悲痛中来啊 他也掉下来 娘啊 你可怎么办呢 你死了 我可怎么办 老娘把眼睛睁开 孩子 我恐怕啊 熬不过这两天了 没别的喜悦 我跟你爸爸成家时候啊 喝过一回 他做的鱼汤 我死之前呢 你能不能让我喝 喝着碗鲜鱼汤 王秀在这时候 这眼泪止不住了 我昂藏七尺男儿 这点事儿 满足不了我母亲心愿 我妈眼看就没了 我买一下 买鱼 搁什么买呀 家里穷叮当响 再看屋里头 能卖东西都没了 往这屋外走 他一看 哦 墙根那儿啊 有口水缸 这家里盛水就这么点东西 得 我把这水缸卖了 大致能卖个几十文钱 购买一尾鱼 找邻居呢 给炖碗鱼汤 算了了我妈生贤的 最后这么个怨 想到这儿呢 缸里还有点水 倒了 拎着这缸啊 就出门 到哪去呢 这个地方有早事 早上四五点钟 这工户还没人呢 他把这缸拿着 早事呢 在缸顶上 搁上一根草 表示我要卖这个 他就蹲那儿 等买主 不一会儿工户呢 天蒙蒙亮的时候呢 哎 过来这么两口子 哎 可能是早上起来 不干什么事 走到这儿 你看哟 这有卖缸的 看看 正好咱家缺一个 瞧眼吧 你这个 怎么卖的 我应该五十 五十文 不是 看看 上下看看 这缸头旧了 是二手的 然后就谈价 谈谈说这么着吧 三十五文钱 好 眼看要成交了 人家这女的 也从包不了 说掏钱 这个时候呢 对面过来个人 对面有个杂货店 卖个针头下脑的 这杂货店老板呢 早晨起来 宅宝开张 这老板姓樊 这樊老板呢 溜达过来的 这么早还有人卖钢 你买了 呦 王秀才 家就剩这点东西 你也卖 看看这钢 看着看着这个 樊老板说了一句话 没这句话 后边惹不出 这么些无网之财 也不会死这么些人 他张嘴说了句什么呢 这钢得菊了 咱们有朋友知道 鞠锅鞠钢 钢得菊了 什么意思 他有问他才得菊啊 这个时候要买这钢 这两口子 钢得菊了 再看看 底儿啊 帮啊 都看一遍 哟 可不是吗 这说天蒙蒙亮 已经能看着点了 真有一条媳妇 秀才不老实啊 你这钢都破了 你卖我 不好不好 不要了 抬腿走了 把这王秀才给气的 我娘在家捣气的 能活多长时间 能不能吃这碗鱼汤 不一定 你坏 心里别提多难受 这樊掌柜一看 怎么了 这有事就不让我说呀 一看他这样 一扭头的樊掌柜 回自个儿垫步 这王秀子站到这 你也带带发露 把眼泪抹吧抹吧 哎 再来买的 我二十文就卖 站到这 左等人也不来 右等人 突然间 街口那边 就看远处这人啊 跟飞是 往过跑 跑到这王秀子 跟前哗 一头就撞到王秀子身上 就见这人身上呢 左右呢 拿俩包裹 背后背个包裹 一撞 这右肩膀这包裹 也撞到王秀太身上 王秀子 哭瞳就坐地上了 一看这包裹 啪摔地上散开了 这个人的头也不回 带那俩包裹 接着跑 那是只恨爹娘 少生两条腿 往南就跑去了 把这袖子给撞得 七云八素的 哎呀 怎么回事 站起来呢 缓了一会儿 这撞得不轻 再看地上这包裹 他傻了 等着 地上这包裹散开之后啊 这好像是个金车 有车珍珠 整个这包裹里头啊 都是金人戏 哎呀 这王秀太可愣了 这这这这谁啊 这是 撞到这儿啊 我这 想来想去的 觉得不妥 不义之财啊 他毕竟是个秀才啊 这个事咱不能干哪 这么大一笔钱 这不是我的 他把这包裹 滑了滑了呀 拢一块儿 把东西都捡着 寄好了 把包裹拿起来 这谁的呢 哎 正这时候 只见街口呢 如狼似虎 三白牙一过来 怎么着 怎么着 顺着跑了 哗啦 经过王秀的跟进 哎呀 你拿着包裹呢 把这包裹夺过来 打开一看 好啊 原来是你杀了张老太爷 你快说我怎么回事 起了哗啦 锁链给锁上 这王秀在懵了 怎么回事 我我没杀人呢 给他拉回羊 一通告情况 他知道 怎么回事 这个街口 往里 大概有三百米左右 有个大户人家姓张 半夜三更的呢 家里头来了一伙盗贼 翻箱倒过 接人戏软 弄起包裹 就要跑 这时候这张老太爷呢 宋室大 叫清 醒得早 听着我动作起来呢 打灯过来 怎么回事 结果这盗贼呀 一击之下 一盗 把这老太爷捅死 然后几个盗贼 跳出墙院 分头跑 其中一个盗贼 就春春着着跑来了 这时候他着急 撞到王秀在身上 包不掉 也不管跑吧 那头老太爷一死 马上 他家里头人有动静 旁边就是衙门 有晚班 纸班的衙役 出来怎么回事 说顺带跑来 这些衙役跟着就追出来 追出来之后 把这王秀他就抓住了 抓着弄回到衙门里头 这个张老太爷他儿子呀 在天津相当有实力 在北京人家也是有功名 捐不官的 自个儿爸爸死了 这事了得吗 马上就追查 怎么回事 这衙门口责任就大了 现多少日破案 逮着这王秀才来 逮着蛤蟆钻出尿巴 就在你身上来 你肯定是杀人犯了 定死了 得给我交代 但是呢 这个事可不你一路干的 杀人 抢这些东西 你说你团伙都有谁吧 至少这两个人配合 才能干这事 你不把那也供出来 我们这案子结不了 这王秀才说 我冤枉不是我 打 没办法 王秀才驱打成招 这时候他还惦记呢 我老娘怎么样 监狱里头有个狱卒 跟他家是邻居 进来还给他告诉他 你还什么你老娘啊 你进来的头天晚上 你老娘就死到炕耳了 是咱们邻居给收的事 王秀才一听这嚎啕痛苦 这时候万念俱灰 我招我招 不是你招吧 你同伙都有谁 就那个 那那那那 那针头线脑 扑着那掌柜的 樊掌柜的 樊掌柜的 我们俩是一伙的 我们头天晚上订好了 他拿着刀 到他家捅的人 这帮牙医一看 呀 破案了 把这樊掌柜 抹肩头拢二位就给捆来了 捆了之后樊掌柜 当然不认我没干 打 驱打成招 也化了呀 这案子就算结了 俩人判了 展监后 秋后问展 等到要杀这两人的时候 马金头拢二位推出去问展 俩人都跪在地上来 这樊掌柜看着王秀才呀 眼睛里都要瞪出血来呢 我说呀 王秀才 我和你远日无冤 今日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这王秀才说 樊掌柜你想想 那天早晨你要不说这钢得菊 我把这钢卖了三十五文钱 买上一尾鲜鱼 请邻居炖好了 把鱼汤递到我老娘手里 我老娘喝下去之后 也算生前心愿了了 我怎么能遭这样的罪 受这样的灾 担这样的不白之冤 我老娘死前这口气 是不是也能咽得下去 眼能闭上 你害了我 你更害了我全家 所以我不能饶过你 王秀才说完这番话 这樊掌柜长叹一声啊 哎呀 无往之灾呀 哪想到大清早 张嘴说了这么句话 会引出如此多的货端 你看 这个故事我估计您在百度哪里都找不着 民间传说 他什么意思呢 你看人家遭难的人 甭管他处在什么情况 他说的对不对 能帮得帮一下 哎人到了难处你拉他一把 你别最往前推他 咱们有的朋友 看谁倒霉吧 他高兴 啊一见到那怂的就压不住活 他这样心态 我小时候呢 我记得这个 我妈就跟我说过那么句话 说孩子你呀 上学 哪个班级里头 都有那大伙看不上的人 他也骂一下 他也踩一脚 你呀 别跟那大伙骂 别跟那大伙踩 你能帮帮他一下 谁都不帮他 你帮他 他记你一辈子 他会暴打你 可以说这个呢 你往小的说 小是民的智慧 但是你往大了说呀 咱们想想 人生在世啊 三穷三富过得老 那谁都有走窄的时候 你要走窄的时候 别人不帮你 你什么感觉呢 哪怕是说我要了饭呢 都说不行 你看有人就有那个 屋里头我要放点钱干嘛的 真有那个困难的 你比方说有的 打的工干嘛的 把这钱拿走 一会儿就不追求 这钱拿走了 大不了他 小不了我 搁我这呢 抽签还没了 给他呢 解决孩子头里天饭 所以人到这个时候 得知道可怜穷人 咱不能铁石心肠 说我日子过得好 一看那穷人 活该他穷 他就懒 这人就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怎么不想象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呢 所以是中国过去 这些民间共识 高台教化 他教你向善 他教你有回旋余地 如何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进退 可以说都有广阔的天地 退一步天高地阔 让三分心平结合 当然说我那不让怎么办呢 说我遇事 我就琢磨自己 我不考虑别人 那恐怕 你做的天一无缝 你都逃走不了抱 今天呢 咱们这说了半天了 最后呢 有一个大周的故事 你要不听这个 这我今天算白说了 这也是哪里都查不着 但是特别精彩 这没过 什么事呢 我喝口水 给大伙慢慢说啊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我就说你是我同伙 真的 你先给我倒点来 就完了 你先倒点 你要咳嗽我 你现在 哎呀 这个一口水下去 精神上来 给大伙精精神神啊 志诚成诚的 说好这段书 什么年间的事呢 大明嘉靖年间 这个嘉靖年间呢 山东早庄 哎呀 当时呢 这个地方啊 有个知府 知府衙门里头呢 有这么一个文馆 类似诗也是 这个人特聪明 帮助大老爷断案呢 什么啥子 都没出过书 心思也很缜密 后来呢 上级政府一考察 这官员 他这个 很有能力 应该给他 调一个好的地方 他可以独当一命 就这么呢 就把这位师爷呀 调到苏北地区的 林城县 从山东早庄 到这个苏北林城 到那当什么 当县令 说这人叫什么呢 这人姓张 也就是说 五十岁年纪 姓张呢 叫张永吉 有个属鸡的呢 有人管他叫张永吉 也有这么叫的 我说的可不是那张永吉 所以这张永吉 上任当县令城的大老爷 带着随从呢 从这个藻庄往林城走 鲁南苏北 离着不多远 也就是道上啊 四五天过后就到 这一天呢 下边随从说了 大老爷 前面啊 就是林城 您瞧着没有 那有个小桥 过了那桥 那就临城城门 这个时候呢 桥下有流水啊 有烫小河 离多老远呢 这是下午两三点钟 就听见了 这河边 哇哇哇 青蛙叫 啊 你看这青蛙这么多啊 再往进走 哇哇 这张大老爷觉得不对劲呢 没听青蛙叫声这么大呀 这个时候他坐在轿子里边呢 突然间轿子停住了 大老爷先轿帘 怎么回事 怎么不走了呢 一看呢 前面呢 抬轿子人停下来 老爷 走不了了 您下来看看 这张永吉老爷 轿帘一伸 下来 私下看 哟哼 他往前面一看发现 这不是轿子正要上桥吗 桥顶真过不去 密密麻麻 全是青蛙 而且这青蛙怪了 都在俩后腿蹲着 俩前腿抬着 都对着轿子方向 哗哗哗 在这叫唤 声音越叫越大 这时候前面的随从啊 手里拿着这个鞭子 怎么轰 那青蛙不走 而且就看水里头 往上蹦青蛙 桥面上落不下来 都在暗两边落 全冲着这大老爷 叫 这个场景 作为这张大老爷 这辈子没见过 可是张大老爷这些年子 断暗断的多 他知道吧 天有异象 必有异情 这里怎么事呢 他琢磨琢磨 难道是 我过去见着我们老爷 可有人 拦叫喊冤 这青蛙不在水里边 也不怕人 奔奔蹦出来 万山遍野 这得上万头都不止啊 这干嘛呀 这青蛙拦着我 莫不成临城有冤情 青蛙拦着我喊冤 这时候 这张大老爷走到前面 冲这些青蛙一拱手 各位 你要有什么冤情啊 放心 我上任之后啊 必替你们 把这冤给伸了 把这仇给报了 但是我不知 您各位有什么冤情啊 说完这话 只见这青蛙呀 呱呱 两声 转个声 喷喷 顺着那桥头往下跳 这时候张大老爷 走到桥跟前往下看 这青蛙呀 奇怪呀 不论从哪蹦上来 都奔着岸边一个地方 水泼呢 好像还有个小巷窝 喷喷喷都冲那跳 这时候张大老爷走 这里头有事 来呀 我呀 先甭进城了 你现在马上进城里呀 把三班牙医给我调出来 你说老爷来了 在这有案子 我没上任就有案子 把这些牙医调出来 这时候拿出来的文书 你看 我是你们领导 我姓张 我叫张云基 好好好 到时候点头 你看你真静的 就是瘦点啊 这老爷呢 到了水边 说来 请几个船工了 顺着这个水边 水性好的 给我下去看看 哎 有两个船工下去 不长时间 老爷 底下有事 说什么事 有死人 说赶紧捞上 弄不动 说怎么 死人身上 绑块大石头 说那好吧 再派人下去 哎 把身捆好了 把人往上拽 费挺大惊 把这连尸体 带着石块的 给拽上来 拽上之后一看 是个死人呢 这个人个不高 无短身材 一看呢 掉到水里头啊 时间不会太长 为什么也没怎么 泡种什么的 按照常识推算呢 最多也就一两条不到 再看呢 他身上绑着石头呢 不是什么石头 是办事石墨 咱们很多朋友 去农村知道 你看那推墨没有 墨小米墨什么的 那石墨是这么大 圆的 当地分开 两事对到一块 中间一个圆孔 这边一个圆孔 穿过这墨杠 来回推 物理上像杠杆原理 这个是石墨的半山 可是这块石头呢 挺不一般 怎么不一般呢 这张大老爷挺喜欢石头 他看这石墨呢 知道 这是附近的 山上产的一种 挺特殊石头 叫什么 叫洞青 你听这名 就像那肉皮冻啊 还发青色 青栩栩的 要搁的现在啊 这石头可值了钱了 要搞赚客的干嘛呢 那时候人家没这意识 石头是 这样的石头一般也不搭 能够做成个石墨的 这也不多见 挺好看的石头 这个人呢 一看身上打扮的 武短身材啊 穿的倒不错 搁绳子捆到石墨上 马上让武座呀 就发衣啊 来给看 怎么回事 武座验完了 说这个人呢 撬开嘴一看呢 嘴里头没泥沙 说明什么呢 不是在河里头 溺水死的 废话 让人绑成这样 能溺水死的 再一看脖子上 有非常明显的 绳子勒得很近 说这个人呢 是被绳子勒死之后 捆到这个石墨上 沉到河里头 刚上任 就碰着这么个棘手的案子 这谁呢 哎 把四周这些 三老四少叫来 你看看认识这人 不认识 不认识 附近没这人 这不是本乡本土的 外乡人死在这儿 被本地人谋杀 这张大老爷犯难 找不着线索 在翻这人身上 啥也没有 就这么身衣服 一看年纪 也就不到五十 就是不高 这怎么办呢 大老爷琢磨 现场的物证啊 可就剩下这半事石墨 得从这上做文章 死的虽然是外乡人 那可这墨可不能是外乡 他不可能从山东 把这墨运过来 再绑死人身上 那得多再挑肥 所以这张老爷 昨晚半天呢 哎 眼珠一转 记上信来 他呀 在县城里头啊 张贴个告诉 怎么告诉呢 说本老爷啊 哎 今天就光荣上任了 哎 这老爷来到这呢 我没什么别的事 我这人呢 愿意收藏石头 哎 大石头 小石头 好看的 赖看我都愿意 听说本地呢 这种洞青石头啊 好 我准备啊 弄块大的 拿回我们老家 给我们老太爷 做个假山什么的 那各位有这种大石头 甭管什么样 你给我送来 越大越好 因为这张老爷知道 洞青这石头啊 大块的很难得 这个石墨一看半事 另外半事 必然跟人是一样 齐齐整整 是一整块石头下来的 所以他要看看 你用半事石墨 把这人沉底下来 那半事在哪 果然这绑张出去 重赏之虾比游户 谁给我送来 我多少钱多少钱 也就是那么一两天功夫 牙医说老爷 外边来个人 我看 拿个袋子拖着挺沉的 哎 我叫进来 一进来一看这人呢 也不到五十岁年纪 哎 小眼睛卡巴卡巴的 一双小绿豆眼 你谁啊 回答老爷 我姓田 你叫什么 我叫田府明 听这些 听土这扔子 你来干嘛来呢 老爷 听说您好这个 我家里头啊 有这 办事这个 石墨 当年呢 我爸留下来 您看看这是那 洞青石头 这您拿做什么都行 把这口袋打 牙医往外一拽呢 果然是半舌石墨 跟在河边看的那个 几乎是一模一样 嘿嘿 来 把他给我拉到后院 把这半舌石墨 拉到后院 和那半舌 河里捞出一对 颜色和风 连花纹都能对上 就雕刻石墨的时候 花纹都能对 这下跑不了了 张老爷升堂 咚 你个大胆刁民 天赋名 你竟然敢杀人家 外乡人 还把石墨 绑人尸首 让陈月去 你该当何罪 这天上没听 老爷您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还敢 硬嘴给我打 劈里啪啦牙 这通打呀 把这老天安给打的 小绿豆眼 吃卡 这个难受啊 这 打来打去 老爷说 我我我我 老爷这石墨 不是我的 好 那你给我从石招来 怎么回事 这石墨呀 是我们家 蔡掌柜的 说蔡掌柜的 那我们家 蔡老爷呢 说你是哪的 林城里头啊 有一个月来客栈 这月来客栈 掌柜的姓菜 这个田府明呢 在这个蔡掌柜下边 打工 这蔡掌柜 马上干的大 当年不怎么就发了财了 又是绸缎铺啊 又是这个 高点铺的 又开个大客栈 这蔡掌柜的呢 在当地呢 还有点名 因为他有钱呢 说当年也不是怎么的 他就就发起来了 哎 这人姓蔡 大号叫什么 叫蔡富杰 也带个福字 哎 因为个子高 人管叫大蔡 这个老田呢 就在大蔡手里 也打工 但是 把这事一无一失说了 说你怎么事 这半事石墨啊 是什么东西 后院的 我有一天呢 随便翻 我记得原来有个石墨 哎 原先的发家 什么墨香油 什么用这玩意 后来不是弄哪儿去了 我那天 翻仓库翻到了 正好看到老爷 您这告诉 哦 我就贪财 我把这石墨 费挺大劲 慢慢扛出来 偷出来 我送到您 我想你请您俩赏钱 真不是我 真不是我 好 命令牙医去 把他那掌柜的 那大菜 那菜股节 给叫上 这些三班牙医 如狼似虎 到着月来客栈 把这菜掌柜的 就给弄了 这菜掌柜的嘛 往这一站呢 眼神发直 看着有点弱智 这个时候 将他老爷说 我说你 菜掌柜的 你认识这个东西吗 一看这石墨 这菜掌柜傻了 都没用 怎么严刑考大 一无一时 他就招了 怎么回事呢 咱这时候 得从头说 这个菜掌柜的 他两口子 这得往前倒啊 五六年前 五年前呢 这两口子 日子很穷 以什么为生呢 在这林城小河边啊 开了那么 哥现在说 叫大排档 干什么呢 就给大伙烙点烧饼 然后呢 弄点酱牛肉 再呢 做个汤 这个城里头 做马尾的啊 往来行人呢 在他这歇歇脚 买他这点吃食 日子过得很苦 这大菜两口子啊 破一烂山的 日子过得很穷 外边欠不少债 有这么一天呢 城外啊 过了个马尾的 咱们书中暗表 就是这个 沉的河里死这位马尾 五短身材 个不高 好像还拉刷一根 过了之后呢 到他这店里买烧饼 就聊上天了 说了解一下 林城风土人情 说您是哪来的 我是从东北来的 您贵姓啊 免贵姓吴 您叫什么呀 我叫吴旺奎 吴掌柜的 原来吴掌柜到我这来了 您尝尝我这汤 烧饼汤上来 一喝这汤 这汤怎么这么好喝呀 你怎么做的 他说您是外地人 我跟您说不要紧 我就指这汤 我没这汤 我得穷死 说这汤为什么这么好喝 我告诉你 这汤啊 是个青蛙腿 掉的汤 而且这青蛙腿啊 我钻选那个工的 不要那母的 而且必须是两个 后腿 你做我们这青蛙一蹬地 蹬蹬起来 俩后腿上头有肉 它香啊 我掰着后腿 掉汤 这吴掌柜 喝了一口汤 说 我们忘回是没这个汤 确实好喝 但是你这有点做损 他想你想一下 你就会掰着腿 你得害了多少工的青蛙啊 这事儿挺残忍 就为这么个腿 大小人失调性命 哎呀 我这历来吃摘念活 我听心都不忍 这么着吧 我看你两口子也是个吃苦耐劳的人 不是坏人 我呢 这次做码码 挣些钱 我给你俩呀 留下二百两银子 你干点别的码 就别干这个杀生做损的事 你说你杀这么多青蛙 向你报复怎么办 那都是性命 这大菜两口子听 还有这好事 哎呀 多谢吴光奎先生 多谢吴掌柜的 千万万些 这吴掌柜留下二百两银子 那么他走了之后呢 大菜两口子用这二百两银子 披星带月的干活 今天捣点粮食 明天捣点肉 再捣点什么 农具之类的 没几年呢 干起来了 这秦氏摇钱树 简是聚宝盆的 男的是楼前爬 女的是装前侠的 一幌公也就是三五年公 彻底干起来 就咱们前面说的 有绸缎铺啊 又点心铺的 开个大月来客栈 发了 那么过了五年 有这么一天 外头呢 有人告诉他 说有人门口找您 找蔡掌柜 说这人姓吴 找您叙叙旧 说这谁呢 出门一迎一看 呦 这吴光奎 一看呢 还是那小哥 不高 一看呢 跟以前不太一样 哪不一样 我刚拉了双眼皮 来这 吴掌柜来看他了 来看他这两口子 我当大恩人的营家里头啊 好酒好菜 给坐着聊天 那您这些年怎么样呢 哎呀 你们两口子 可是干得真不错啊 你看这 满满这家业 我这几年不太行 反正是凑合着过日子 原来的家底啊 多少还在 现在呢 不得利索 人家说你们这临城啊 呃 这两年呢 木材生意好做 我这不随身 带着两千两银子 到这来看看 做点木材生意 但头一笔就赔了 我这回来第二笔 不定什么样 哎呀 你们在当地要人头熟啊 帮我个忙 要真亏了呀 有时候我这本钱不够啊 嗯 接绣我点啊 这吴展贵张嘴说了 大菜两口子可不好悔 为什么 你有今天的家业 没人当初给你的钱 你做得到吗 吃水不忘挖井人 饮水溯源呢 所以这大菜两口子 琢磨 哎呀 倒是没问题 那您先住去吧 把我们这自个家 开了客栈 就把吴展贵让到上方 哎 带着东西 一道挺困 挺早的 躺下 回到屋里头 这两口子可合起来 人家五年前帮咱们 现在来 制作压花子 为什么 这报恩可不好报 受人点水之恩 必打永泉相报 当年二百两银 得买多少水呀 咱怎么报答呀 把太平洋给他 咱这家业都给了 舍不得 可听他那意思说呀 他在这要做更大碼的 得咱给接续接续 咱这舍不得拿这钱呢 这怎么办呢 这恩报不了啊 哎 罪毒莫过富人心 这大赛他老婆眼珠一转 咱报不了恩 那就得报仇啊 怎么叫报仇 大恩如大仇啊 这恩要报不了 压到咱头顶上 咱什么时候 在他面前都是三孙子呀 依我看哪 莫说是他找咱们 让咱们帮忙 他身上可带不少银子 咱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过 咱们就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这大赛两口 心很手辣 俩人算想一块去了 夜半三更潜入房中 拿根绳子 这大赛 身强力壮的 那万魁那小哥 哪受得了啊 嘎外双眼皮 体力还不够 嘎儿一下子 被勒死了 勒死之后 把这个尸首拿出来 怎么处理 这么办 前面就是这小活 咱们把家里那石墨拿出来 捆到尘河底下 什么日鬼不觉 这事就过去了 于是这两头子 趁着晚上 四外边没人 天漆黑的 到了河边 把这尸首就沉下去 可哪曾想啊 这些年 因为这个万魁 给这二百两银子 搭菜两口子 没干这个杀生的蛮蛮 这条和尚的青蛙 全对着吴掌柜的感恩戴德 没有报答机会 一见沉到这水里来 就好比水底生灵 见着那屈原头江 后来都弄出症子了 所以说这些青蛙一看 这得报仇啊 怎么报仇啊 正好这张勇基大佬 到这来上任 于是这些青蛙 乌洋乌洋的跑到桥顶上 拦叫名媛 这才有后来咱们说这事 大菜两口子被捆上来 然后盼了沙头 人头挂到城楼市中 家产没收 到外地找这吴万魁掌柜的 老婆孩子 然后把这家产给了他们 这事呢 到这呢 算画上了个句号 这说明什么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是征走 你来看